在台湾许多深受好评的店家是没有名字的 只卖几种料理 久而久之都会以周围地标来称呼那家店 方便大家前往 九份这家邮局前油葱柜就是如此 摊位上摆了一大块油葱柜 木板上写着店名 并有几位名人的签名 质朴简单的摊位深受游客喜爱 成为口耳相传的人气小吃店 走进用餐区 一切的布置就如同店外观给人的感觉 没有反复的装饰反而让人更想亲近 切成不规则片状的油葱柜做工反复 铺上一层米浆后 蒸熟刷上油葱 再蒸一层米浆重复动作 淋上油膏辣酱 入口绵密快化掉的口感 吃得到米浆的原味 来碗香脆油嚼劲的丸子 真的很搭哦 再蒸一层米浆重复油 vos可剥册 啊 你有一堂 tiro 你看你 那天 你想要 盐 臼 今